大家好,我是潛蝶 剛剛介紹這個君王之旅事前預約要怎麼預約 我們有看到這個事前預約裡面有一些影片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將這個旗子移動到這裡 發現有一些不一樣喔 就是裡面這些有影片 那我們放大來看喔 把它放大來看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遊戲畫面 但是感覺不是MNORPG 我們直接先看影片 先看影片 先看他的影片 他有一些介紹的影片 君王之旅介紹的影片 第一個 這個應該是預告片 一開始可能這個就是創腳的地方 好像只能 只能創王主啦 只有王主 插上他的劍,插上旅程 然後這個棋盤幾乎跟天堂W一樣 然後抽卡也跟天堂W一樣 感覺抽卡也跟天堂W一樣 然後這個不知道是不是戰鬥畫面 我們停一下好了 這個如果是戰鬥畫面 然後這個死騎還蠻帥的 死騎還蠻帥的 死騎還蠻帥的 超級帥 這個是BOSS喔 這個BOSS還蠻帥的 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這個BOSS 所以他在旅程呢 是需要打小怪 就是應該是類似張傑啦 然後張傑前面要打小怪嘛 那最後才要可以啦 可能個人 單人獨立完成就可以了 說今天直接不需要其他玩者 然後 打完這個王 你就繼續下一個旅程 剛剛有看到火箍嗎 然後這些是一些殺蟲喔 還是BOSS 所以你看一下喔 他這邊 有各類的地圖嗎 各式各樣的地圖 這有點卡 可能就是這個地圖完成以後 再繼續去下一個地圖 大概是這樣 就是很多章節吧 我猜很多章節 可以 等一下喔 我們再重新進一下 然後我們再來看 那這個快轉會累 打完 然後你看這地圖 他就是一張一張的 那這一張打完 然後再往下一個 就是一個棋子 棋子在動這樣 那畫 就有戰棋 大概不會是戰棋遊戲 然後他強化成功率 也有噴噴 也有釣魚 然後這個是競技場吧 然後這抽卡 跟W沒有兩樣 一樣是這個 啊 身材很好的女生 啊 抽卡 完全一模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幾乎等一天當W了吧 然後再來看第二個影片 好他要騎馬了 騎上馬 展開那旅程 這個 這個就不是實際畫面 剛剛那個可能是實際的遊玩畫面 這個就是 預告片而已 然後我們再看下一個 啊這再來就是要講這個遊戲畫面 遊戲畫面可能就長這樣 喔 你看到他有左下角君主 君主就是他的王主 然後這個是等級 57等 然後英雄的話 我猜是要用抽卡的 他這次玉燈有送保底紅卡 然後下面可能就是你的卡片啊 那等於卡牌型遊戲吧 然後你可以派這些上 可能可以派 欸我看一下喔 上面 上面這個是不知道是什麼 有些遊戲會有那個 這個進度條 這個這個不知道是不是BOSS的血 還是什麼 可是上面有蠻多人的 王主啊 騎士妖精 這個不知道什麼 這個還要研究看看啊 也有可能成就 然後下面我再猜就是可以 可以派哪一個上陣吧 然後一次可以最多派幾個上陣 目前不清楚 這上面有妖精 然後有好像也有狂戰啊 是不是有狂戰 這邊有看到狂戰了 妖精狂戰騎士 後面 後面這兩個不知道什麼 然後也有任務 也有地間 然後也有商店 然後右上角是鑽石跟天壁 左邊是一些介面吧 這聊天的介面跟背包 所以 這看起來就不是MNO啊 然後這個圓球的話是你的 HP跟MP吧 然後再看第二張圖啊 等一下喔 看第二張圖 好他就是 剛剛那隻殺蟲嗎 然後這個 再推下一隻王也是一樣 好也是一樣 這感覺應該是 章節吧 然後章節進 進步吧 這個也一樣 所以實際的畫面可能是長這樣子 然後他 應該是讓他自己跑的吧 好像不能隨便移動耶 因為 好像沒有看到那個 這個 WSD的按鍵 所以他可能是讓他自己跑去打王 感覺不能操縱 但是這個畫面看起來就比較像NNORPG 剛剛那個是縱向的嘛 那這個 這個就是 一樣是45度角 這可能 可能是在打小怪 打小怪 目前看到他 公佈的資料大概就只有這樣 那如果還有新的資料 我跟各位講 目前 目前的資料大概就這樣 再看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就類似他們W的抽卡 但是他設計成這樣 不知道 這個抽卡也一樣啊 這應該是抽卡的模式啦 然後這個卡片也是跟W一樣 大概有黑妖吧 好的 這就是這個軍王之旅 這一次的遊戲內容的講解 目前只看到一點點 看到一點點畫面跟圖片 希望各位喜歡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